今天是这个元宵节 你是怎么过的 那元宵节是春节后的第一个月圆之夜 这一天大家可以放烟花 菜灯米 最重要的可以吃到热腾腾的汤圆 汤圆 花生馅 芝麻馅 骨仁馅 还有新出的黄米芝士 爆浆榴莲馅 那除了这些还能干什么 今天要带你们看一些有意思的 我来到了这个北京的老舍茶馆 这里有什么好玩的 北京年俗活动 那今天也要解释 台盟中央和台盟北京市委会 邀请在京的台京台生朋友们 一起沉浸式体验传统年祖屋 我看你这个好像已经画了差不多了是吧 对 还挺好看的 因为下午要去河沟 然后就刚好想到我这个地方 冰桃 谢谢 好吃 外面那层很脆 里面就是酸酸甜甜 前面镜头 好 1 2 3 好 稳住 稳住 感觉难吗 蛮难的 而且我一开始以为没有损 感觉今天不仅有这个好吃的好玩的还有特别多好看的 那么刚才我们看了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文艺表演 现在我们一起去尝尝这个汤圆 看这个汤圆到底是怎么摇出来的 所以这个步骤一定一共要吃多少次 一共要不要多少次 你太难了 我们的温泽传商 所以马上要为我们吃太人家了 再做一下身手 我们大家一起 还有四个胎灯迷的机会 看我也要试一试 好 不能翻来 吃菜 也能出来 我太难了 草地上 还能给你吃的水果 哇 对 答对了 哇 录着Vlog的还能得到奖励 谢谢谢谢 谢谢 哎 踏片体验 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咱们从我们的踏片 这是最古老的敷印技术 哦 这个颜色就均匀的上来 对对对对对 那特别像化妆的时候 然后给脸上敷的那层粉 对对 嗯 打粉底 感觉这个是一个特别精细的活 不太适合我这种人 哈哈哈 谢谢 那么今天这个闹人销活动 除了各种这个年俗的体验 那么还来了特别多的这个北京冬奥会 台包的志愿者 哈喽 好 谢谢 哇 刚才做的汤圆 那刚才我这个摇的这个汤圆啊 大家看出来已经煮好了 那等会儿再来尝一尝吧 这个到底是什么味道 感觉每年这个元宵佳节啊 直到吃到这一口汤圆才算圆满 跟这个汤圆吃进肚里啊 也预示着这个今年的整个这个运气啊 都会顺顺顺顺 因为北京人喜欢燕子 燕子是一种的吉祥富贵的象征 走大师的我来教你 咱们怎么做成一个能玩的老北京玩意儿 好嘞白老师 鱼儿的翅膀 跟它相沾合 红的眼子头 一扭 啊真的就生了 家里的那种是太牛了 对吧 那我今天体验了特别多 丰富多彩的这个传统民俗活动 今天你最喜欢哪一个活动呢 那今天是这个元宵佳节 你是怎么过的 在评论区告诉我 那大池祝大家元宵佳快乐 我回家打算再吃一碗桃圆 拜拜 咱们 咱们 咱们